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苏和花天天 9月27号至10月17号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2号星期一 印度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3号星期二 练闲节千佛 持战主罪一千节 印度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6号星期五 瑟拉节四 上午9点 拜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 上午10点半 海陀法师开示 下午 烟共即放生法会 10月7号星期六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旨摘除罪九十节 印度龙德寺全天法会 10月10号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 比丘尼四月 即燕共 10月11号星期三 人登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顺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印度 铁丘仁波切四月法会 广泽尼四方大塔 拥有全翁参加 阿弥陀佛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 与您一同拥抱生命 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疆》 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来谈一个行佛 乐活人生 行佛这两个字 是因为过去我们都这么讲说 我在学佛 我从七岁学佛 一直都是没有什么 没有间断 到了高中我就每天打坐 高一开始每天打坐 学佛对我来讲 我很有兴趣 一直都是用学佛这两个字 两三年前 有一天我到佛光山 见了星云大师 他称赞我努力用功的警醒 就说他要送给我他的一笔字 当奖品 我呢 很高兴 他就请他的士生说 你去拿 就是桌子上刚写完的那个 那一笔字 结果他拿了 一给我 我一看两个字 行佛 我恍然大悟 我以前一直只有用学佛 我要好好 好像一直都在学 但是学了以后要怎么样 要行才行啊 是不是 我们讲修行修行啊 所以那一天呢 我心里面觉得 嗯 这个行词 学佛我们学了 但学了以后要怎么 把它用出来 用在我们的生活 用在我们的人生 用在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的人生呢 活得真正的法喜充满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 我有来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呢 那么 要隔了 大概 一两年吧 我跟他 报告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南华大学的董事 是佛光大学的董事 开董事会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 师父啊 你上次给我的那两个字 对我受用很大 所以我已经开始在写一本书了 他说你写完了 你又拿了 我帮你写 我说是是是 好了 他要帮我写什么呢 是要帮我写戏呢 还是要帮我写那个书名呢 我跟他这么样 我最好赶紧加快脚步 赶快把它写完 拿去请他 这个 这个过目 让他看一看 结果他就又写了四个字 行佛乐佛 就是那本书 就是行佛乐佛人生 但是里面他又提字 提了行佛乐佛 其实我们愿意学佛 我们也一定要去行佛 有去行的时候 我们才感受到那一份法喜 我们学了 有时候知道了很多 我们知道了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体验到 我在行的那一个部分的 那种法喜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空虚 有点空虚 这件事情呢 这个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我做这个心理资商 助人的工作做了四十几年 那我呢 这个在这个二十几年前 正在推动我们所谓临终关怀 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也着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除了工作之外 还做了一些 做了不少义工 有一天 我在医院去 去做一个 跟一个肝癌莫及的 一位企业家 我跟他 去看他 去做心理 智商的 这样子的一个 跟他谈谈 我去了 他好绝望地告诉我 他说 人生 你看到现在打拼到没了 都是没有 人生啊 你怎么样努力到最后 统统都没有 我也不相信 你们的佛教 我也不相信基督 我也不相信天主 如果他们真的有爱 有慈悲 为什么在我现在才六十岁 我的事业正在蓬勃的发展 然后 这个时候叫我死 他到底是在外祖辟 他这样跟我讲 然后 他很 似乎很绝望 他看不出生命里头 还有一个 我们来人生 很像一趟旅行 他看不出旅行 完了以后 我们会回到 那个光明的 透过我们的决心 我们回到那个 光明的如来法界 他看不出来 他很沮丧 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跟一个企业家 他也是一样 是末期 癌症末期的病人 我去了以后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这一次我已经四五十岁了 我的历练 人生的历练也比较过了 我在读经看教上 以及在我的专业 这个心理方面 我也比较深的去了解了 我就跟他讲 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说是呀 四个历做过六十岁 当时在发肥 正在发挥 你现在教授 当场会很沮丧 我很同 跟他同理了 我说做四个历是不简单 要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功 真的很不简单 我这样一讲的时候 他开始觉得有点怎么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 也做过行李就对了 我做过修水锅饭 做过修培饭 做过大培饭 做过台北地方市场的大培饭 我没像你做到那样成功 但是我没想到去讀書 就读书去了 转来一个行 实在说起来 这一讲 你做过生理 结果这下子可以谈圣益金了 那如果还不能谈佛金呢 只能谈圣益金了 他呢 你彈 彼此之间呢 那么有点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其实你做生意 做这个事业 你的事业是做这么大 养了好多员工 使这些员工的家里 他们有一个经济生活的来源 你等于也是在布施在扶持 你生产的这些东西给社会也带来了很多福利 因为你生产的这些机具带来了很多的社会所需要的 那也是一种布施 布施就是六度里头的第一就是叫做布施波罗蜜 你做一个事业的事业 你做一个事业这么大 你一定要规划 有纪律 有系统思考 那个叫戒律 那也是戒律 持戒 波罗蜜 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谈生意做什么 有的人 那个面相 或者有时候 又有一些冲突 你能安忍才有办法把事业做这么大 你也在修安忍波罗蜜 你每天都精进不屑 到了六十岁 生病躺在这里还在想生意 精进不移 精进波罗蜜 内心里头安安定定的 过了这么多年 那不就叫做禅定波罗蜜吗 人生 有这些要看出人生究竟的智慧 这就是智慧波罗蜜 他突然间跟我讲 我到这里了 还要看到什么 我看不到东西了 我说就差这一步 这六波罗蜜 你现在最需要修的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而已 你以前也有 都有在行佛 是你自己不知道 但现在你必须要看到 你心的 那个超越的 那个真正的 我们的所谓的如来法界 他说那在哪里 我跟他讲 阿弥陀佛啊 念佛 时时刻刻心静下来念佛 你所有的以前的行词的东西 我们人不可 在人间 在五着恶事里头 要修到满分 很困难 但是你 大体上都修 修到了 你好好练佛 这个 他对你的 这个心静 对你的健康 也有帮助 对于你 真正要往生极乐 净土 也很有帮助啊 你以前有心 现在好好的 来练 我跟他谈了 可是他太疲倦了 到这里就已经 嗯 我说就是他问我怎么练 我说就是练 南无阿弥陀佛 练义 练几生意 练几生意 就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还练了一个 练给他听 他就跟着我练 结果就 马上就睡着了 因为他太疲倦了 默契的人 没有多少时间 可以跟你讲话 可是我看了他 已经差不多了 我就跟他家人讲说 我该走了 让他好好休息 可是我才要走 他又把眼睛张开 没有 我问你 你今天是跟我讲的 你今天 有根基吗 有没有根据 企业家就是企业家 什么东西都要找根据 我说有 有根据 不只有根据 我这些东西都 跟你讲的话 都是从佛经里头来的 你的人生 好好的生活过 你真正实践了 你的如所从来 现在必须要准备 就是回头是岸 要回到无所从来 的那个如来法界 他听完了 他又跟我点点头 好 然后他接着嘴巴又开始练的佛 这一次他练下去了 他说他会练下去 这一次我在那里多坐了几分钟 他已经很安详的睡着了 我离开了 我觉得我们在学佛上 我们也了解 我们也了解我们在行佛上 在座四龙工商都有 那么在座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姻缘 跟不同的职业 你仔细去把它想想 我们都曾经好好的努力过 那就是我们行佛的地方 今天我了解了 然后我又能练佛 其实只是我的学分修的几个学分 有的人学分修满了 他上上品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九品吗 那么上上品 那么我们如果至少也有考过 中等分数 中中品 中上品 是不是 他以前曾经不太怎么样 那下品也是能到极乐世界 去那里就好修行了 我说当你能够把行跟知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对于佛法的修行 对于你眼前生活上所面对的 你自然会融合一个稳定的 修行的一条路来 那么所以能够这样子行佛 就能够乐活人生 那么能够真正行佛 那我们把它看一看 行佛这件事情 从欧含藏 从这个华言经 要华言时 欧含藏 欧含时 方等时 不热时 一直到 法华涅槃时 这五十叛教里头几乎 每一个时期佛 一定会谈到三十七道品 因为三十七道品 就是我们要去行持的指导 就是我们要去行持的指引 它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只有透过 我们去行持这个三十七道品 我们才真的是在学佛 是在行佛 那么所以能够如此的时候 我们能学佛的时候 这个在欧含藏里头 佛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好玩 怎么说呢 他说 有一天 那么这个有一只小鸟 叫罗婆 这只小鸟呢 他不听 这个长者智者的话 他跑出来 到处乱跑 上面 有一只老鹰看到了 咻冲下来 就把他抓住了 一抓就被抓在空中 他快要没有命 他很后悔 他没有听 长者智者的话 出来欧白照 现在被抓了 他讲了这个 自言自语的讲了这个话 他说我如果听我长辈的话 我今天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了 这个老鹰跟他讲说 那你又怎么样 他说我就是不听话 他说那你听话的话又怎么样 我如果听话的话 我会好好地去实践 三十七道品 去行佛 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所以我已经快要碎尸万断了 这个老鹰就跟他讲说 好 我现在就把你放下去 让你去行行看 我还是一样可以把你抓出来 老鹰就把这只罗婆 这只虾娘放下去 飞下来放下去 他马上跑到田梗的一个石头的缝里头 躲在缝里头 他在缝里头跟老鹰讲 他说我现在有了真正的保护我的法 你已经对我没有办法了 我就是在佛法里头 得到佛的保护一样 你对我没有办法了 然后 这只小鸟呢 他就从缝里头 跑出来站在 那个石头那边 他跟他讲 这就是保护我的 所有的一切法 这只老鹰呢 就飞起来 他说 我飞起来 我 马上就可以再抓到你 这只罗婆的这只小鸟 就站在那个石头那边 看到老鹰飞起来 要抓他的时候 他赶紧躲到那个缝里头去 这老鹰很生气 你这个小鸟 你还对我这个样子 所以他飞得高高 用最高的速度 抓下去 想要用很快的速度抓住他 但没有想到他一下子躲到 那缝里头去的时候 老鹰失速了 弄得了酒刀 弄得了粉身碎骨 佛就在故事就到这里讲完了 他说我所说的话 就是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法 那么所以能如此的时候 能够去行持这些的时候 我们才成为一位决者 所以佛的意义呢 他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觉悟 透过觉悟里头我们产生了一切种智 有种种的智慧 我们不会起种种的烦恼 不会起情染 也不会起执着 我们能够信解行政当中 真正领会到我是一位决者 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么这就是我所谓的佛的意义 就在这个地方了 谈到这里呢 科学里头对于这个佛 有做了许多的研究 这是近代心理学里头的特色 有一位叫做苏芝的这样的一位心理学家 他后来他把他的研究写了成一本书 叫Joy 叫做喜乐快乐 他怎么讲呢 他说一个人能够快乐 其实到最后 是他从很多宝贵的经验里头 学习训练完了以后 他形成了一个他生活上 那么对一种回应生活 调适环境 适应环境 好好去开启他的人生的一个特有的回应模式 我们称这种模式 叫做人格 他说人格呢 一个健全的人格 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叫自由 自由性 第二个因素是个体性 第三个因素呢是社会性 第四个因素呢是超越性 这个超越性指的是宗教性 是指意义性 我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自由性呢 一个人内心里头不会随便被烦恼 障碍给把自己绊倒 这个人是真自由 这个人呢 这个社会环境在变 环境变化的时候 他能够调适自然 这个人是自由的 这个人呢 现在在台南工作 他的公司说 你表现不错 我要你去到纽约去工作 把他调去了以后 他起先又觉得 适应有点不太困难 不太容易 但是他很快 也许一两个月 他就适应得非常好 这个人很自由 佛法里头所谈的自由 不是我们现在 民主政治谈的那点自由而已 我们民主政治所谈的自由 只有一小部分 就我喜欢什么 我爱什么 这是我的自由 我爱怎么讲 这是我的自由 我爱怎么行动 这是我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在教育上 如果一直纵容 这样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下一代会越来 越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想说什么就什么 想做什么就什么 所以你去看到 其实我们的 年轻的这一代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二十几岁 刚大学毕业这一段 他们的自由很高 可是他的耐苦 这部分不行 他的坚异度不够 他的系统思考 他的那种决心的 这种思考 他比较不够 第一个自由性 第二个是个体性 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 佛也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同出一亿元 所以叫做 在金刚经里头呢 我们称来叫做一和像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同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角色 他自己的环境当中 用决心 用他自己的觉悟 去适应他自己 他才能够适应得好 去发挥他自己的 依他的根性因缘 发挥他的能力 去布施给这个社会 去布施给这个人间 这个人才是菩萨 所以每一个人 所布施的 每一个人所表现的都不一样 老师在老师那里布施 工人在工人那里布施 商人在商人那里布施 我自己很清楚 我不只做水果生意 没有水果生意可以做的时候 建筑工我也做过 山上里头的伐木工我也做过 我觉得后来我想一想 都是奉献 虽然有拿到一点工钱 但是也是奉献 人与人之间是一盒相 你所穿的 你所吃的 你所用的 你交通所用的东西 都是别人努力 一起努力来的 叫一盒相 所以你不会白做 那么所以每一个人 他有他的个体性都不一样 个体性就是一个人 他的长处不一样 他的这个姻缘不一样 他的工作不一样 他能贡献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但是都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决心 在那个地方为这个社会 而不是伤害这个社会 有的人去贩毒 那个贩毒本身是在伤害人 伤害社会的 有的人在生产它的产品的时候 那里面加了一些不应该加的材料里头 那他就输掉了那个决心 就失掉了那一份真正的 所谓的绝有情的这个菩萨道了 我讲一个小故事 给大家做参考 谈到这个决心 我母亲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还练高中高一的时候 我父亲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代工 什么代工 食品代工 做什么呢 做那些酱菜啦 这个黄萝卜啦 这些东西 要造工厂里头的 他给你的那些材料 那你去买这些东西 做好了 做完 好了以后交给工厂 工厂再去包装 再去卖这样 那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母亲有一天听到人家讲 在我还小的时候 连酱油里头都加了很多的防腐剂 所以吃买的那种酱油 很多人胃都坏掉 也听人家讲说 这个东西对身体有会不好的 那尤其是那个东西捞起来 要把它把那个水干滴下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水泥 那个地方都出租的 我母亲就跟我讲 你看 连水泥都会产生这样粗粗 你想看看 他 马上就去跟我们村子里头 有一位女士 她叫宝钗 她是在卫生所工作 就去问她 听说这个东西都吃下去对身体有害 是不是真的这样 她跟她讲说真的 而且现在正在 这个政府也正在想办法 这个要检验防腐剂这一类的东西 那时候我现在73岁 那个时候我才刚练高一的时候而已 我母亲听完了以后 当天晚上跟我爸爸讲 说我们不要做这个事业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也要做给我们的小孩看 不能这样做 我们是下屋的人 不能这样做 我们学佛 我们也要照佛来做 不能这么做 所以两个人在那里争辩完了以后 我爸爸真的也把这个工作收了 那些桶子很便宜的就把它卖掉了 所以我家又现出更穷的状态之下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要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也是从那里来 但是我觉得现在后来想起来 那些事情都是行佛 都是行佛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关心一个学生 那也是在行佛 我们这个做公务员的人 专心为这个社会 企划做一些事情 那是行佛 一个工人 他在盖房子的时候 工程师是佛 是行佛 包装是行佛 小包也是行佛 那个工人也是行佛 为什么 他贴那个瓷砖的时候 如果不照起缸贴的话 他到时候掉下来 以前贴那个瓷砖 如果你没有把它 没有敲到它砸死的声音 里面还有空气的话 那么太阳晒 日晒雨淋 冬天又冷 两三年 三四年 它就可能怎么样 剥落下来 就有人头被砸得 瘫痪在医院里头 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些事情是不是也是菩萨呢 所以行佛这件事情 我们了解到 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里行佛 那是个体性 还有一个是社会性 人与人之间 要跟别人 要跟别人 相合 互助 要跟别人 真正有好的 人际上的互动 因为这个社会 只有彼此之间 互相的协助 互相的帮助 那么有这个社会性 我们每一个人 才得到社会的支持 我们只能够拿一点点 帮助别人 但是极少成多 就可以帮助好多的人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人 有了这个社会性 那不止如此 我们人与人之间 如果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们会觉得比较喜乐 我们能跟别人之间 彼此之间 能够讨论的比较 把事情讨论的更清楚 这个社会更和谐 那么人与人之间 那么如果有 彼此之间互相支持 这些就只有感情的支持 意见的支持 经济上的支持 工具性的支持 物质上的彼此之间的支持 这些支持 使我们的社会变得美好 那个叫做社会性 那么意义性 也就是宗教性 一个人自己对于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意义的觉悟 那么他到了年轻的时候 他有一个意义 有一个方向 到年老的时候 他自己会觉得我的人生有一个充满的希望的未来 为什么 因为他要到 他觉得人生结束的时候 他会到极乐世界去 这里我会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 我母亲呢 她是在今年端午节 96岁往生 但是她在91岁的那一点 他跟我讲 他说他好想回去老家 就是他的良家 去看看他的良家 也要去看看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当时94岁 我母亲是一个 她是一个很 学佛 行佛 都很踏实的一个人 他跟我讲 我也觉得 我应该 要带他 这个 回去 所以安排好了 就带他回去 去了他的家 良家 又到了 我们的 我的老家 就是 他 结婚以后 过来我们正家的 他的那个家呢 在 宜兰 原山乡的 叫大湖村 多互地 我们家呢 是住在枕头山 也是在原山乡的枕头山 然后也去看一看 把那些 那些旧的房子 也进去上去 把它摸一摸 看一看 然后 然后 又见到一些亲友 就回来了 当天他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 你想想看 我 在良家 我二十岁结婚 住了二十年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到枕头山 因为 我五十一岁 你把我带到 台北来 所以我在枕头山 住了三十年 我现在九十 九十一的 首尾 把它算一算 五十岁到九十岁 五十岁到九十岁 也才四十岁 我问你 我到底是土地人 或是枕头山人 或是台北柏山人 他问我这件事情 我说 这个太难回答了吧 通通是 通通都不是 我讲完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将来要到极乐世界去 这四十岁 这四十岁 过山以后 要去西方九十岁 我才跟他讲说 我们是西方九十岁的人 他很温馨地对我笑一笑 他说 这样才对 所以 每天都要念文 也要去修行 要去西间 再三 佛这个字 对我们 在我的家里 是很亲切的 我母亲呢 在结了婚以后 在我七岁的时候 她得了一种病 叫肺结核 那个时候 肺结核是 没有什么药科医的 就是等死 但是 有一位长者呢 就跟他讲 命 他请他帮他看 那个人稍微看 懂得八字 帮他看 他说 你大概不会超过三十岁 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但是那个人 就跟他讲说 命 有宿命 有造命 你如果宿命 那你就 就到三十岁 你如果肯去造命 那就不是三十岁 你重新造了一个命 我母亲问他怎么造命 因为他的堂姐 这是他堂姐介绍 他堂姐在旁边 怎么造命 他说要去造命 也不难 一定要找到佛事 不是妙 是佛事 好好理佛 好好修行 而且 虽然你身体很弱 我建议你 这个 蔬菜 就是吃素 不是全吃素 但是 加山拉高 三六九 逢三逢六逢九 逢三逢六逢九 这样子 后来我母亲 不晓得怎么样 就真的 就因为到了宜蘭的雷荫寺 在那里 那我七岁 我开始就这样子接近 我母亲 健康起来了 她真的造了命 不只造了命 也造了我的命 我能够那么坚强的 不断的可以工作 做各种不同的行业 把它做好 然后到最后 又还可以回来 这个练书 甚至于到国外 还可以考工费 到国外去练书 我觉得 也是这个精进不懈的 这个佛法所示的 真的是在造命 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把这个佛 这个意涵给大家讲清楚了 我们到最后 这个我的母亲 在要往生的时候 我们一天整天都在帮她练佛 她很平静的离开了 我也相信 她一定是 这个往生的极乐净土了 那么所以 我把这个佛解释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注意 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佛法 有机会 那么能够到这个佛室 到光德室来 那么 进行长老师 很难得你能接触得到的 你要好好地真的在这里信解行政 而且自己要期许自己 我是佛 我在行佛 要这样子才好 那么所以 我们能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乐在行佛 因为我有佛法 我真正就有办法 因为我清醒觉察 我碰到什么事情 我智慧怎么样 我就会领悟 我就会去做 所以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们的人生就有方向 我们做什么 待人接物 自然而然就有决心 能够比较稳定 所以 把佛法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那么 家庭会和乐 跟一些亲友 彼此之间 有很好的 这种温馨 那么 在工作上 我们 因为心很安定 我们迟迟 有这个决心在 所以 我们比较能够做系统思考 跟行动能力 那么 我们 自然而然的 就 有如 这个 大波涅槃经里头 所告诉我们的一样 就是 一个人 能够福德庄严 一个人 也会智慧庄严 什么叫福德庄严呢 因为有了佛法 你的生活 工作 你的待人接物 会变得 祥和起来 所以 叫福德庄严 我们对人生 我们也就不在 惧怕 也就不在 那个地方 产生 种种的 一些障碍 烦恼 我们 知道 我真正的 归一处 那个 我们称为叫 智慧庄严 这个 佛经里头 那么 你可以看得到 叫 如如不二 唐朝的时候 成观大师 在诸华元经的时候 他把如如不二 他怎么来解释呢 他说 我们要懂得 如所从来的生活 我们也要接触到 无所从来的如来法界 所以叫如如不二 所以 如来者 如所从来 无所从来也 无所从来并是什么 是指 那个如来法界并不是从哪里来 他 本自具足 就在那里 而不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是谁造出来的 也不是谁造出来的 他本来就是 教育工作实在太难做了 坐着眉头 讲到眼泪就掉下来 他说他班上 他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 他班上有几个学生 很难教 很晚比 而且还有攻击性 很难教 但还不打紧 这里面有些家长 他的态度 对他的批评 使他感觉到 他这个老师的工作 实在是真的是干不下去 他掉下眼泪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跟他讲 你要有一点 你必须要真正的 透过佛法来觉悟这件事情 在心理学里头 也有觉醒这件事情 心理学里头 Joy 就是喜乐这个 我说苏之写的时候 他写的这本书 他写的是 人类的觉醒 他说要expanding human or well 你一定要把人类的这个决心 真正的expanding 把它慢慢的扩展出来 我说我不 这本书 也许你没有看过 它是一个英文的书 但是我要 告诉你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去了解 你要当老师 就一定会碰到很优秀的学生 也会碰到很顽皮的学生 你也会碰到很支持你 肯定你的家长 也一定有 稍微有一件事情 就打电话给你讲的 是不是还骂你 骂你 你是做什么老师 他会骂你 你要了解 你要觉醒到 这是你生活的场景 就会这个样子 但是你必须要回来 好好的 去解决你所面对的问题 他说那我怎么解决 我说你可以跟你的同事聊一聊 谈一谈你碰到一些事情 他说我的同事很相怨 我一讲 他们就讲了一大堆 然后好像在批评我一样 所以我也不想跟他们讲了 我说也许他讲的话 语气是批评 但是他所讲的话的 那个内容跟方法 可能是可行的 对你是有帮助的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语气 跟讲话的那个态度 跟他所讲的那个内容 你把它分开 把它过滤一下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就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过滤的滤网 像我们泡茶的时候 用个滤网滤一下 就很清澈 这个茶喝起来就很清澈 你把它滤一滤好不好 我建议你 你喝茶不喝茶 他说没有喝茶 你回去去买一个喝茶的滤网 你泡过几次 我不要你喝很多 你不喝茶 你泡个几次淡淡的 然后你喝一下 然后你慢慢会觉得 那个水经过滤网滤过了以后特别清 你试试看 你从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那个滤网 拿来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你不见得要泡茶喝 你不喝茶的话 把滤网放在桌子上 甚至于把那个小茶壶 把它放在桌子上 如果同事想泡来喝 那泡来喝 那如果没有 那就把它放在那里 为什么 提醒自己 一定要经过过滤才会成策 清静之心 就是透过这个过滤来的 我们带人接物 如果人家讲一个什么话 我们就混杂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拍桌子 我们也会骂人 我们有时候也会讲出 很伤人的话出来 你说会不会 清静心智 如释万尽 这个六祖谈经里头的话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乐在心佛 我们能乐在心佛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清静的心 这个能够把这些 复杂的烦恼障碍 把我们内心的成见偏见 刻板观念 把我们的情染执着 这些东西就像泡茶一样 把它滤掉了以后 这个茶 哇 这么成色的呢 我喜欢泡茶 而且我对茶还蛮有研究的 茶叶研究所也找我演讲过 我去给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时候 我也从他那里学到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在喝这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 你很专注的用眼耳鼻舌生意 眼睛看那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 眼睛看那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 那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 很专注的看他眼耳鼻舌 就看着他放在那边的搜 把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 把手把那个茶叶抓起来 把那个茶叶抓起来 把那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 把那个茶叶研究所演讲过的 看着 喝的时候是舌 我把手捧起来 喝茶的时候是身 我用手去抓 茶叶放进去抓了触觉 那也是身 心意里头清净 那个喝茶 你能如是的时候 杂炼没有了 当我们的心杂炼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真正做到了清净 所以叫净土 叫佛净土 这个净土能孕育一切 所以叫极乐 极乐净土 那么在这个大波涅槃经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你真正如果想要 把那些混杂的东西过滤掉 他告诉我们 第一个解脱之法 你要懂得解脱 什么解脱 把我们的成见偏见 刻板观念 这些东西 能够从那里解说出来 我们有时候是 年轻时候的观念 现在我们 我年老的时候 还在用年轻的观念 这样你说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我年轻的时候 要下楼梯 上楼梯 我稀里哗啦就上去了 我现在 要上楼梯 我手脚还很凝利 没有错 但是我不能够用年轻的那道方法 我还是怎么样 步步踏实 手呢 这个 在这个 手扶梯上 我会把它 稍微扶一下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人家 因为你 毕竟不是 以前年轻的人了 我的同学和朋友 我们也都会 谈到这个问题 不止这些 好多的事情都一样 你的食物 在年轻吃的时候 是这种食物 你年老的时候 食物要稍微做一点调整 所以我们知道解脱之法 我从旧的里头解脱 我才能够学习新的 要不然我一直执着在那个旧的 我们过去的旧知识 过去的旧经验 我们所执着的 我们所成见 我们的偏见 我们的刻板观念 我们要从里头解脱出来 叫解脱之法 如来之生 你真的要看到如来之生 那个如来之生指的就是 我们的佛性 我们永恒存在的 在大波涅槃经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他叫无量寿 就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能领悟到这一点 我们的现象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生 住异命有生死 但是那个无量寿 没有生死 我们超越了生死 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佛性这么讲 安斯坦你这样告诉我们 安斯坦在他的书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他说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有了这个人生 这个世界 你所看到的 是用你的感官去看 这个感官是透过光照亮了以后 声音进来的时候 触觉所摸到的 然后去比较 从比较里头 你归纳出一些东西 你认为 这是山河大地 这是各种不同的树木花草 这是好人 这是一个粗暴的人 你好像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 这些东西 都是相对比较所产生的产物 是知觉所产生的 他说 我们人的身体的知觉 我们的人的身体 从哪里来的 他说 整个宇宙本来就是空 现在 我们才知道 安斯坦时讲的是空 所以讲的 就是 就是那个中旧的那个量子场 因为我们有 是 我们就把 有一些 就产生了 一些量子场里头的粒子 就变成了 我们的 这个 所谓子子中子电子 然后 又变成了原子 各个不同的原子 组成了不同的分子 我们的身体 有个DNA 把不同的分子 吸收了 再 利用 我们的 氨基酸 把它制造成我们的细胞 变成我们的身体 变成我们的 这个 眼耳鼻舌身 一六根俱全的这个人生 我们好像看到了好多事情 但是 这些分子的东西 都有 商的现象 entropy 它会伸出异面的 那么所以 如果我们把它重制到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点 没有边缘 也没有中间 是一个 其实你所看到的 它是一个量子场的世界 但是有些量子物理学家 是告诉我们 量子场的世界 比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山河大地 以及我们这个有生猪一面的身体 要美得多了 要祥和得多了 我们是从那个地方 跑到这边来 来旅行 一趟而已喔 所以 我读过安斯坦的书信里头 有这么一段话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给他的自由 也是物理学家 他说我现在 在请客之间 我会回到那 我会回到那 宇宙的原始 最真实的那个地方 因此 畅印金书 注印金书 流通金书 对续佛会命 有极大的贡献与风德 顾持印金协会 其是种大智慧的 菩提善根 欢迎诸位大德 踊跃加入会员 随喜功德 顾持请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洽 03 989 8686 中华印金协会 跨播账号 1965 8482 生命电视 盐水药市道场 举办礼拜三内水颤 互生即慈悲事实法会 恭请占尽法师领重 日期 10月1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 盐水药市道场 地址 台南市盐水区 案内里 新案内1-12号 连到电话 06652-2170 06652-2170 法会特为重镇及往生 49日内走回向 并被有消灾超键排位 供大众填谢 生命电视台中生命道场 举办公送地藏经 礼拜准题保铲 护生 点灯 要供即更入事实法会 恭请占元法师领重 日期 10月7号星期六 上午9点半 地点 台中生命道场 地址 台中市西区 模范街38号 联络电话 04-2302-6346 04-2302-6346 04-2302-634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